双北交通局长陈学台 钟明石亲自下海拍广告 宣导交通安全的重要性 有机车没打方向灯突然变换车道 也有驾驶开车门没注意后方 导致机车直接撞上 场面都相当惊险 但幸好两位只是做噩梦 请在路上行驶的时候 注意您周遭的环境 要注意机车行车的安全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 难免会有混流的情况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安全的空间 那对于这个防卫性驾驶 最重要的一个意义 就在于注意别人的安全 过去五年双北交通事故死伤人数 机车占了近八成 事故建数有逐年上升趋势 主要原因包括 汽机车为一规定让车 违规右转弯 以及为注意车前状况 在过去来看我们一些统计数字 大概从九月开始 双北的这个机车事故 是一直在往上攀升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个 七到八月这两个月的 共同办这个活动 能够来加深各种 不管是汽车还是机车组也好 一些交通安全的一些观念 双北交通局首度攜手合作 订定七八两个月 为双北市机车安全月 先后两波看影片抽奖活动 包括有Dyson系列商品 及AirPods等大奖 希望借此传递交通安全观念 民众外出都能安全驾驶 平安回家 记者游祥亭台北采访报道